第五题 有一个蛋白在牵质面上摆动 它摆垂的质量为M 最大的白角为C0 此蛋白在另一时刻的白角以C来表示 如右图 若空气阻力可以不济 中力加速度为G 则下来有关此蛋白的叙述 哪些是正确的 A摆垂的切线速度随着C增加而减少 A这个是对的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有个蛋白从最高点角度C0的地方开始释放 因此在最高点的地方 如果这个位置 它的白角是C0 这时候速度等于0 从最高处释放之后 是有中力的作用 这时候高度逐渐减少 而高度少了 整个白角也小了 于是摆垂的高度下降 从能量的观点来看 是摆垂的重力位能转变成动能 因此 如果高度越低 整个白角越小 速度会越快 所以如果C0角度逐渐增加 则表示高度增加了 速度反而减少了 因此 摆垂的切线速度就是摆垂在摆动的速度 摆动的速度随C0角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A这个是对的 B摆垂的向心加速度随着C0的增加而增大 B这个是错的 因为摆垂在C0角的地方 这时候摆垂受重力 重力向下 于是 向下重量是Mg 沿着摆绳的方向 有绳子张力 这时候绳子张力是T 而对单摆的摆动而言 我们可以把重力分成 平行摆线的方向 以及垂直摆线的方向 当摆角是C0的时候 这时这个角度也是C0 于是对摆垂而言 摆垂在摆动 是做圆中运动的一部分 因此 随着指向元性的方向 有向心力 绳子张力 扣掉Mg 可算是它 这两个相见 就是摆垂所受的合力 可是 合力FC 这个合力 让摆垂做圆中运动 等于 Mv平方 除以R 假设整条摆线长度是L 于是 Mv平方 除以L 然而 当其他角度越大的时候 这时候数率会越小 所以 其他角度增加了 数率减少了 数率减少了 整个合力变小了 向心力也变小了 所以向心加速度也减小了 所以B 所以B 这个是错的 C 摆垂在最低点的时候 摆身的张力最小 C 这个是错的 如果摆垂摆到最低点 这时候摆垂在最低点的地方 向下 有重力 重量向下 Mg 而向上 是绳子张力 假设绳子张力 向上是T 于是 在最低点的地方 速度的方向 是沿着水平的方向 这里 有个最大的速度V 因为 摆动的过程 高度逐渐下降 速度会逐渐增加 从能量的观点 未能变成了动能 所以在最低点的地方 它动能最大 所以最低点的地方 速度会最大 因此 对摆垂而言 向上张力T 扣掉向下重量Mg 量相减 等于摆垂所受的合力 而这个合力 是摆垂在做 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因此 MV平方 所以摆身长度是L 所以 T等于 Mg 加上 MV平方 除以L 而对摆垂而言 在最低点的地方 速度最大 所以V平方 有最大值 因此 后面这一项 MV平方 除以L 这一项是最大值 再加前面一项重量 因此 整个摆身的张力 会最大 所以 最低点 绳子张力 是最大 不是最小 因此 C不对 主 摆垂在最高点的地方 摆身张力 是Mg cos C0 当摆垂摆到最高点 最高点的地方 角度是C0 因此 整个摆身 在摆动的过程 沿着 绳子的方向 有绳子张力 假设 这个绳子张力T 而重力 垂直向下 这个向下重力 是Mg 沿着 摆绳的方向 如果 这个最高点 随整个角度C0 所以 这个角度C0 所以 在最高点的地方 沿着摆身的张力 T 减掉 Mg cos C0 两相减 是合力 合力 本来 等于 Mv平方 除以L 然而 在最高点的地方 因为最高点 是速度 等于0 由于 这个V 等于0 所以整个 向心加速度 等于0 向心力 T 等于0 因此 T 等于 Mg 乘上 cos C0 所以摆成在最高点的时候 摆成的张力 会等于Mg 乘cos C0 诸 这个是对的 1 此蛋白做减协运动 与C0 是否小角度无关 1 这个是错的 因为蛋白的摆动 如果我们要把蛋白 视为减协运动的话 则只能在小角度的范围 当C0角度很小的时候 这时 整个蛋白摆动 只在最低点附近 做往复的运动 而这时候 摆锤的运动接近直线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减协运动 然而 如果角度逐渐增加 这时候高度明显变化 当角度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把蛋白的运动 把它看成是减协运动了 所以 如果要把蛋白当成减协运动 只能在θ小角度 角度不能太大 所以 和角度有密切关系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因此 第五题 正确的 只有A跟Z 这两项正确